美智峰台的保隆款已经跟整个台湾都包吊的中央去上京也来发布 我们中央地区上京的风料是来19-12几 六港老家的基民因此就预警拿到这些缩子 和生质港区百合案 就连六港的整个汇航会输出的募质工房 也不够管理这个工方、工房 整周是回去,好够在没去陪着人 六港虽然不好但风水不走 严格工房让京风吹到辣辣楼下来 搬啊搬很危险 这地点就在六港商店 就连六港整个汇航的募质交代 也让京风吹当 六港町工作也紧急钓牌外包穿胸 将危险的募质交代都贴着 风越来越大 那六港过来有很多募质也都备去 甚至落下来 那在这也好用 我们这民众的党尽量不要出门 那刚才我们这个光阔的水电 它募质落下来 之前的那个厚厚预定地的一关 募质也都应该被拨离落下来 那现在我们最后六港最后新的指标 我们规划向艺术村 这支空板做了尽量 再做四年而已 因为风的关系也已经倒下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在处保育 我们所有的民众会党尽量不要出国了 在这个风台还未够进行 厚多巴的火盆都让真正的风势吹倒 就怕美智风台大来风 六港老家一早早 又有机民 又快把胖部生材起骨 不得更安的 我们进行车 没有风台很危险 现在我们要收起来 这泡泡要收起来 没有风台很危险 风好渐渐尖重 六港听听文静岸 也希望民众点在的处来 不可以趴趴走 公司也先立风台中心 专利风台不敢放上 大众话新闻 林冠六港 蔡宏博德